接下来我们来介绍所谓的模型的参数调整 这边叫Hyper-Parameter Selection Hyper这里就是像我们在前面也就有看过这样的词 像什么超空间超平面 这里的话就叫超参数 这个Hyper-Parameter指的是说 特别指的是某一种类型的参数 这种参数它可以被调整 使得您的整个演算法的表现可以更好 它跟基本的参数有什么不一样 它的差别在哪里 课本上的解释是说 这个基本参数它是模型的一部分 比如说 比如说在这个线性回归模型里面 你会有它的最主要是它的权重 就是W还记得吗 我们会把这个权重W乘上你的参数值 然后相乘然后再全部把它加总起来 就是你的线性回归模型 在这里面W这个权重值就是你的一个基本参数 它是基本参数 可是呢 所谓的超参数呢 它的意思是说 它是可以再进行微调的参数 让你的模型可以再进一步的提升 举例来说像在 做这个最近邻居分类的这个分方法里面 我们会选择一个K K就是你要选择几个邻居嘛 来作为你的判断条件 那这里K就是所谓的超参数 因为你设定不同的K 它就会有不同的结果 好 这个定义是这样定义的 但是你事实上 它们的所谓的超参数跟基本参数 它的分隔其实认定 其实也是很主观的 你认为这是超参数就是超参数 大家也不会有什么意见 好 所以这个定义 就是大家参考一下就好 你不用太严格的看待它 好 那这个超参数是 我们呢是 在这边有说到说 我们是不可以 不被允许去偷看 最后的那个测试结果 然后来去选择你要用什么样的参数 就是你在调整所谓的超参数的时候 不可以用你的那个测试资料来去调 这样子是违规的 你测试资料就是完全就是不可以作弊 你就是要把你模型已经调到最好了 你再来去参加考试 再来做测试 所以不可以用测试资料来去调你的超参数了 那我们只能用什么 用我们前面所说的validation的资料 还记得吗 我们前面说 把资料分成训练跟测试 你再讲究一点的话 你可以把训练资料再分成 基本的训练资料来建立模型 然后另外一小部分是validation的资料 验证资料 这个验证资料就是让你去调超参数用的 所以我们的验证资料 在这里就可以拿出来使用了 就是你在调参数的时候 我们最主要就是用你的验证资料 它也是训练的一部分 就拿来去调你的参数了 所以这边就有说了 那怎么样去 怎么样去让你调参数 就是把你的资料 分成训练资料 还有验证资料 那就是这样做 前面就有提到过这样的一个做法 我们就用这种方法 先把你的基本的模型先建起来 用这个训练资料建立起来 然后去调参数 再去调你的参数的时候 比如说像最继邻居的分类法 你要选择哪一个K 就是到底要选几个邻居是最好的 那这时候你就可以用你的 validation的资料集来去测试 然后去挑一个最好的 在这里面你就挑一个最好的K出来 来去建你的模型 来去调你模型的参数 所以最后呢 你就是找到了最好的K之后呢 你就再把整个资料 把你的训练资料跟 这个validation的资料 training data跟validation data 再合起来一起再去重新再一起去训练 这样的话你就可以完整的去利用 你的训练资料集合 那这个超参数跟这个超参数跟 这个超参数跟这个超参数 超参数跟超参数跟超参数 它们是可以结合起来的 好所以呢 你就是我就可以做 就是我们做K次的 比如说我们做K个fold的超参数的话 你就会做K次不同的 training test的这种评估了 你就会做出这样子的 K次的结果出来 那每一次的结果呢 你都还可以再把你的 training data里面再去细分 就是用你的validation set 再去做一种参数的调整 好 某些时候啊 你也可以把它看成说 因为你有了K个不同的那种 资料训练跟测试的方法 所以其实你这样的过程中 你就会产生K个模型 那K个模型 就会有K个不同的超参数 可以来使用 那我们可以在这里面 选择一个 选择其中某一个表现最好的 比如说我把它切成十份 那这十份你做 close validation的话 那这十份里面 你可以挑一个 十份里面 效果最好的那一个出来 用它的超参数 来作为你最后 最后你要做一个 把所有的资料集合 都重整起来的一个 一个 这样子的一个测试 你可以把它 用这样的close validation过程 来帮你挑最好的超参数 这也是一种做法 就是把close validation 做的过程中 其中哪一个模型 做出来 因为你会产生K个模型 你把这K个模型里面 效果最好的那一个拿出来 就拿它的参数 来去再做一次 整体的大训练 把所有的整个训练 测试资料都合起来 再做一个训练 那理想上来说 它应该就会得到一个 最好的结果了 那后面就有说 我们可以做一个 所谓的nested 潮状式的close validation 这样的做法 那这个都非常耗时了 所以同学们 一般好像是不会采用 像这样的做法 事实上我们在做深度学习的时候 是不会 比较没有在做close validation 因为深度学习 对于资料的那种需求量 是更大的 那它训练的时间 通常也更久 所以如果说你用做close validation 来去做你的深度学习的话 通常 这个时间会花得太久 所以我们在看 这种 深度学习的实验的时候 它通常不太会做close validation 我们就是把资料 先洗牌一下 就随机的打乱之后 然后就分成 训练资料跟测试资料 然后就直接就来跑实验了 那就做这一次就好了 通常不会做很多次 因为它很花时间 这个是 这个是 在做这个 深度学习的时候 的主要的做法 就不太用close validation 那当然这种更复杂的 就更少见了 几乎是 我们做实验 几乎是不会这样做 顶多就做一个close validation 这样 大家就觉得工心力就够了 你要做到这种最极致的 这个是 你要 就是很有时间 再来做这件事情 好 再来我们来介绍 怎么去比较 两个机器学习的模型 谁好谁不好 更准确的来说 我们想知道说 假设我们用了 A模型跟B模型 比如说一个是决策数 另外一个是深度学习 那你就训练出两个模型 好 这两个模型 你就分别去做了实验 它们跑出了结果 好 那这个结果呢 可不可以用来佐证说 A模型比B模型来得好呢 好 比如说你A模型 跑出来的结果是98% B模型跑出来的结果是95% 好 那你可不可以就很 很有信心的 来说 A模型比B模型来得好 那你可不可以这样说 你到底有多少的信心 来这样说呢 好 那这个问题啊 这也是蛮实际的一个问题 到底A模型是否比B模型来得好 那这个是Domain Dependent 就是跟你的领域是有很大的相关性的 好 那如果说我们的实验里面有做这个所谓的 Cross Validation的话 好 那我们就可以用一些 比如说你做了十次的 Tenfold的Cross Validation 你就会做出十次结果 你会跑出十个模型 你就会做出十次结果 那另外一个 另外一种方法也会跑出十次模型 跑出十个结果 好 我们就可以用这样子的多次的结果 来去用统计学解释说 到底A模型是不是比B模型来得好 好 甚至呢 我们可以更专业的一点讲说 我们想要说A模型A方法比B模型 在某个特定的领域是更好的 好 那有没有一些比较专业的评估方法 用统计学来做一个很专业的评估 说A模型真的就是比B模型来得好 好 那要回答这个问题 他先假设说 我们有无限多的资料 你有无限多的资料 你就可以做了无限多次的实验 那当然这是不可能的 这是一个假想的状态 你不可能有无限多的资料 让你做无限多的实验 你也没有那么多时间做这些事情 但是如果一旦你可以做这件事的话 做了无限多次 那你就可以说A的表现 你就可以说平均起来 A的表现是 的确实比B来得好 那你就可以比较有信心地说出这个论点 但是事实上 但是事实上你是不可能 你是不可能有给你这么多的资料 无限多的资料 还有无限多的时间 做这件事情 是不可能的 好 所以这边我们就引入了一个统计学上的一个做法 叫做T-test 他的全名叫做student key test 为什么叫student 学生的key测试 因为当初发明这个人 他用了一个笔名叫做student 他的全名叫William Gossett 他是一个化学家 他在酿酒厂工作的时候 就发明了一个这样的方法 他在duberlin 对 那个duberlin的一个酿酒厂 这个duberlin他就是以威士忌 我们不是常听到什么苏格兰Whiskey吗 那这个duberlin是爱尔兰 爱尔兰他也是威士忌的 威士忌的一个重镇 我们台湾可能都引进的是爱尔兰的 比如说什么 什么什么 Johnny Walker 这个很有名 对 那我我曾经去爱尔兰开会 去杜柏林开会 就大概两年前 就是疫情爆发前 那时候我刚好去 那个 那时候还没有爆发这个疫情的时候 后来我回来之后 隔年 隔年的那个 隔年的那个大陆就爆发了 那个 武汉就开始爆发这个 这个新冠肺炎 所以 我幸好在那之前 前一年 前半年去的 那时候大家都还没事 去杜柏林 去那个爱尔兰的首都杜柏林 他们那好多的博物馆 就 就是 不管是博物馆 有专人讲解的 我就去参观他的那个 威士忌的博物馆 去报名这个行程 他会给你试喝 不同牌子的威士忌 他们会说他们才是最好的 这个 那个比爱尔兰的还好这样 蛮不错的体验 我就可以在那边喝 喝个 喝个 他会选三种不同的威士忌 教你怎么 就是让你去试喝 看你比较喜欢哪一种 那我这个人就平常不太喝酒 不太会喝 我喝酒好像一下点就哄了 就觉得很有反 很有感觉 不太能够分解那个酒的那个 人家说很会喝酒 就是他的肝脏有那个酵素 他可以很快的分解 他就可以喝很多 可是我不行 我大概喝一喝 大概就会就是 就会很明显觉得脸就红了 然后 就脸就热起来 就喝一喝 然后那个 讲解的人就说 你看起来好像 就说就问我 就说你看起来好像是不是 有没有怎么不舒服啊 还是觉得 看起来好像都不太讲话 怎么样了 我本来就不太讲什么话 外国人 我不曉得跟他讲什么 对 就 就会来关心一下 然后喝了一些酒 我觉得有些酒还蛮不错 威士忌啊 不会受想象中的这么的烈 他有的威士忌 其实我还喝起来 我觉得蛮顺口的 不会很呛 因为我真的很少喝酒 所以我也不会品酒 对酒不是很有什么认识 但是 今天听那么在讲解 好像就觉得自己 好像也是有一点那种 喝酒的品味 我觉得是蛮不错的 一种体验的 只是说我一个人自己去 这种自助旅行 真的是 都会有点紧张 因为怕英文又听不太懂 然后 自己一个人就是 提心吊胆 对 还是结伴区比较好玩 自己一个人去也蛮不错的 我觉得这种自由行 就是很自由的感觉 自己到处去摸索探索这样 也蛮不错的 这就是一个闲聊 看到这个地名 就让我非常的怀念 那时候也去住一个民宿 就是用Airbnb 去订了一个民宿 是一个两个年轻的帅哥 经营的民宿 就去干分住 那这个帅哥 他也是 他也是 来头也不小 他自己是Google的工程师 然后 那个 那一个 他的 就是另外一个他是 墨西哥人 他是 他在这边盖房子 他们 就是 就是 民宿嘛 所以你会跟他聊天 然后他会 他们很热情 他们会煮一些爱尔兰当地的菜 还有墨西哥当地的菜 就是 晚上就一起边吃啊 边聊天的 那种气氛真的蛮好的 觉得认识朋友 然后 又可以体验当地的那种生活 就是觉得 真的是很棒的回忆 想一想就觉得 我们已经关了两年了 是不是该出去玩一下 这种感觉 对 忍不住又会想要再拿出来 让大家 就是 就是 觉得很怀念 唉 到底什么时候可以 好 我们就 来介绍一下这个T-Test 好 这个T-Test 就是 我们 我们资料量就有限 我们能做有限的实验 我们还是可以用统计学 告诉你说 到底 A方法是不是真的比B方法来得好 他会告诉你 这个T-Test 他会算出一个T 这个值 你只要去检验 这个T的值 是不是大于 你只要检验说 你算出来的数字 是不是大于T 好 那 就是 是不是大于一个数值啊 你自己设定的一个数 你可以设定一个信赖区间 信心程度 然后就会得到一个 一个数字 你只要算出来的T的值 是大于它的话 就表示 代表说 你这两个方法 有一个显著性的差异 叫significant difference 好 这个就是统计学上的一个数字了 你只要完成这样的一个检定 那你就可以说 这两个方法 是不是有一个显著上的差异 好 比如说 刚才不是说 一个方法A方法 它准确度98 B方法减确度99 那这两个只差1% 你说A方法比B方法来的差吗 那就是说 B方法比A方法来的好吗 你有没有 你能那么肯定的说这件事吗 好 今天我就来做这个T-test的检定 做完之后 如果说 你真的符合这个检定的话 检定通过的话 你就可以很有信心的说 我有百分之多少的信心程度 证明B方法 99% 比A方法98% 来的显著的好 好 就可以说出一番这个道理出来 就感觉就很有那个公信力 好 那这个怎么做 好 这个 我们就来做 这个 待会来介绍方法 叫做Pair T-test 这是因为 我们用相同的资料 来去做测试 就是成对的 相同的成对的资料 我们做了Cross Validation 不是会把资料切成10份吗 我们切成10份 这10等份 我们在A方法 用的就是一样的 资料 就是用一样的切法 来去做的实验 那B方法也是一样的 就是大家做的资料 用来训练的资料 用来测试资料 分割的方法都是一模一样 所以叫成对 叫Pair 那当然这样做出来的公信力 会比较高了 你也可以不要做成对的 你说A方法用的资料 训练资料 测试资料 跟B方法做的训练资料 测试资料 都不同 那就没有成对了 这样当然做出来 就会 比较不客观了 可是还是可以算的 那我们今天介绍的是 Pair的一个做法 那这个做法 那这个做法 你会做出 因为你是做 close validation 你假设 你把它分成 k等分 那k等分 就会有k的不同的资料库 所以你就会 你就会做出 k的不同的结果 所以这边就会有 你会做出 k的不同的数据 还有它的结果 假设呢 你的这个 做出来的平均值 平均的结果 是m 这是x这个方法 他做出来的平均值是m mx 那y做出来的方法是my 就做出两个方法 的结果 平均起来 平均的准确度 是这样 那这边有说 假设呢 你的取样的数量 够大的话 够多的话 那就会 你的平均值 他就会呈现一个 常态分布 这个是所谓的中央极限定理 我也不太清楚 这是什么定理 我没有去深究 就假设 就是成一个常态分布 那如果呈现常态分布的话 就可以用我们刚才 前面在讲的这个信贷区间的这个概念 来去解释了 所以事实上后面他就是用 刚才我们前面所介绍的这个 现在区间的这个方法 来去做 延伸 来去做解释这个t-test 那只要你符合这个常态分布 我就可以说 那你的那个变异数 就是你的sigma 平方 然后除以k 这跟前面 你可以回想 到时候你可以再回去 翻一下你的投影片 前面也是这样设定的 当你做了k次实验的话 你有k的数据吗 那你就可以得到一个这样子的 一个变异数 好我们假设呢 μx跟μy是真实的 真实的这个 那个平均值 所以你就可以写成这个公式 这个是你的预估出来 做了十次结果的平均值 这个是你真实的平均值 真实的准确度 这个是你平均出来的准确度 你做出来实验的平均的结果 这是你真实的准确度 两个相减 除以它的变异数 这个公式跟刚才前面 就是我们在一开始前面讲的 这个信赖区间是一模一样的 跟这个是一模一样的 只是参数不太一样而已 但是它的那个公式是一模一样的 所以 这个公式 一模一样 好 所以我们就是借用这个方法 来做test 好 好 最后就是第一个方法 做出来的 它的那个真实的 这个 我们把它normalize 到那个常态分布的这个 就是标准差是 平均值是0 然后标准差是1的 做一个这样的normalize 这是一个标准做法 这是第二个方法 Y这个方法做的 好 所以它就会去进行常态分布 然后平均值是0 变异数是1 好 那我们就来做一下这个 就来看一下这个表格 这是我们刚才看这座常态分布的时候 用的表格 可是你要做student t-test的时候 他用的表格是另外一个表格 为什么这个表格不一样呢 这是因为我们做的那个实验 次数太少 这个常态分布的假设是说 我们实验的那个 那个实验的量够大的话 那你就可以用这个常态分布 你实验的那个数据量够多 通常是要大于100 可是你的 可是我们在做close validation 通常不会做那么多次 我们做个10次就很了不起了 那这种当你的量非常少的时候呢 你要用的就是另外一个分布了 叫做student distribution 所以你如果说做10次的话 K如果是10次的话 你就要去用一个所谓的 10-1的一个degree of freedom的表格 这边就有写 这是一个9 degrees of freedom的distribution 你要去查了 就是查这个表格 你这个degree越高 就会越接近常态分布 因为我们做的实验数量太少了 实验出来的样本 只有10笔 10笔数据而已 所以你只能做 你就要用9个degree的 这个表格 它的误差 其实就是比较大的了 你可以看到 这一个估出来的误差 它的一个信贷区间的 这个 就是这个随机变数的一个几率值 好 一样是你的 比如说你的信心程度 你的几率值 要在1% 比如说0.1%好了 好 还记得吧 刚才就是 就是在那个尾端那边 你要大于念1%的话 这个 你要用的z的值呢 是要到4.3 很大 可是如果是常态分布的话 你知道3.09就好 好 所以这两个表格 就是 不一样 那 这个 这个 t test 所谓的 student distribution 它用的表格 因为你做的实验量太少 所以你的不确定性更大 所以它这里产生出来的z的值 是更大的 代表你不确定性越大 好 所以我们就要用另外一个表格 就是用这种student distribution的表格 来去做运算 好 它这边呢 做一个简单的假设 假设说 这两个方法 它们两个相减 平均的 它们平均的准确度 mx就是x这个方法的 准确度 平均值 y方法 两个相减之后 你就可以得到一个平均的差异 好 那这个平均的差异呢 它假设也符合这个所谓的这个 符合这个所谓的这个student的这种分布的状况 好 所以呢 我们就用刚才的表格 好 来做 来做一下 就可以得到这样的一个东西 就可以算出一个叫做t的值 这个t的值呢 跟刚才的公式其实也很像 有没有 就是你的平均值 算出来一个数值 除以你的变异数 这个就是把它normalize 到那个常态分布的一个 一种标准做法 好 反正你就带个公式了 这个是已知嘛 因为你可以算出来你的十次的结果的平均值 好 两个方法都可以算出平均值 两个相减就可以得到md 好 就可以得到这个 那你也可以算出它的标准差 因为你做了十次实验嘛 好 那每一个 那那个实验呢 就是 就两两相减嘛 你就可以算出十次的差距 好 所以这也可以算出来 那最后k就是10 好 所以这样子简单的公式 就可以算出来得到你的t的值 好 这个叫做t的统计值 好 那t统计值算出来之后呢 你就查表格就好了 好 好 查表格的做法是这样子 好 假设呢 你的这个 你就先选一个所谓的一个程度 significant的程度 你自己选 好 1% 好 比如说你选个 5% 好了 好 那如果你选了significant level 是5%的话 好 那代表的意义 统计上的意义就是说 你会有100-5%的机会 也就是95%的机会呢 这个呢 当 会有这个机率 会代表说这两个 说说这两个方法是不同的 这个机率 这个 这个成真的机率 是有95% 好 那这样解释大家 大家看一下这个字面上 意思就是这样 好 就说这两个方法是不同的 好 那这个 这个论点成真的机率 有95% 好 那是这样的意思 好 所以这个你自己选 你就要看你要几% 就自己决定 好 所以呢 我们就来看一下 那我们就自己选 那记得要除以2 因为你记得吗 它是两个尾端 两个尾端 的话 所以 你要达到 好 这样子 好 所以说你选的这个A%呢 就是说你自己选 假如我选个5%好了 我选个10%好了 对不起 我选一个10% 那这边就是90% 也就是说你这个 你这个区域啊 要90% 那剩下的尾巴这边啊 尾巴这边啊 那剩下的尾巴这边啊 尾巴这边啊 你要看的是 5% 的z的值 是多少 那去查个表 5% 我们要查的是学生的 student distribution 5% 它的z是1.83 好 那你就要去检查一下 你刚才算出来这个t的值啊 我影片 不是算出t的值吗 就看看你算出来t的值呢 还有你选好的这个 90% 它是不是 就是大于刚才学的90% 那就5% 就是 1.83 好 记得要是查 1.83 z是要1.83 如果说你算出来t的值啊 是大于1.83的话 像这个例子 t的值是大于1.83 就表示说 你这两个方法 的差异性是显著的 所以它就是 就是有这个意思了 好 所以你看这个图来说 本来呢 它们两个的误差 是落在这个范围里面的话 我有90%的信心程度 就是说 它们的误差呢 会落在这个区间里面 结果没有想到 你算出来的结果是在 是在这之外 它不在这里面 这表示它们的 它们其实它们的误差 其实是 很大 是大于这个数字 好 所以 本来想说 一个90 假设一个是98% 一个99% 的准确度 两个方法 只差1%嘛 有可能它们的 它们这个误差 有可能只是一些杂讯而已 就是你评估的时候 多少都会有一些 不准确 不确定性嘛 不准确性 所以也许这1%的误差 只是一些杂讯造成的 所以它们其实并没有很显著 也许不是很显著的差异 可是 你可以透过统计的检定 告诉它说 我做了 很多的实验 非常非常多次的实验 发现呢 这个T的值呢 是大于 大于我去查表的那个Z的值 那就表示说 它们的误差 已经不能 不能用 只是杂讯来解释 它很明显的 就是 不在这个范围里面 不在这个信心范围里面 信心 信态区间里面 好 那 既然如此的话 表示说你原来假设说 它们是没有差别 可是 我的 我的那个算出来的T的值 告诉你 它 它不在这个范围里面 它在这个 它在这个 它不在这个信贷区间里面 它在这之外 好 所以 你们是有显著性的差异 我有90%的几 反而就是 证明了说 你有90%的机会 是有显著性的差异 我就可以告诉你 这样子一个统计检定上的情况 好 这个这样讲解说大家 听得懂吗 听得懂吗 对 好 就是讲的正确吗 好 我其实 我自己也不是念统计的 其实我从来没有用过统计检定 因为我们的实验 我们在做这种深度学习 都不太做统计检定 所以 所以 所以这个是 我觉得算是比较 就是老派的 硬派的 就是传统的 他们做机器学习的 他们会很在意这个东西 做这种检定 那可是我们这种 比较菜鸟派的 我们现在做的研究 就很少会用这种统计检定 因为我们像做深度学习 我们不会做那么多次实验 我们就只做一次而已 做一次就要很久了 所以我们不会再一直重复的做 那么多次 那你做的实验次数少的话 你就不太能做这些所谓的统计 这种检定的东西 所以我们渐渐的就 比较没有去接触这方面的东西 那当然我知道T检定在这种 统计学习都还是非常广泛的使用的 很多在做生物 做这些统计调查的都会用这东西 对大家来说 这是耳熟能详的术语跟技术 那你们工具 相关的工具 在使用的话 你们也非常的熟练 那比如说你用SPSS 那这个我们学校也是有买的 那现在有些免费的版本 像用R语言 它是完全免费的 你也可以用R语言 来帮你算出这个所谓的统计检定 可是你要稍微写一些程式 对啊像你们 你说现在已经到28版了 我们学校现在还用25版吧 25版 对我们 我们受限于经费 不能 不能说每出一版就买一个新的 所以我们就是 我们的民雄校区 就是师范学院那边 他们现在还用11版的 就一直有老师说要换要换 我们就买啊 买了 我们后来就买到25版了 可是11版的还是在用 反正还是可以用 就将就点用 就将就点用 TSSCI 我这个期刊应该做得很不错吧 SSCI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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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头领头论文大概就是 可能会 可能老板常常会要求要头上SCI 或者是 SSCI 这样的话就是有一个 认 算是有个认证 好 好 就头上 不简单了 这个 非常的硬派 就是都要做这些基础的研究 就是统计检定都要做得好好的 才能通过 这些评审的考验 这是非常不容易的事情 这也是很好的一个训练 好 所以我在讲这些的时候 就多少是有点心虚了 因为我自己都没在用 我也都没跑过这些软体 什么检定什么东西 我就看看课本 然后去理解来跟你们讲 那 就 也跟你们请教 如果我讲错的地方 请不要客气 就指证我 我这样以后才不会误人子弟 好 好的 我觉得我自己讲的好像也没有说 很 很精确的感觉 我总觉得 应该要讲的 让大家都可以很好懂 这样子 才是 好 不管怎样 不管如何 我想 就是 让大家有些接触一些这方面的知识 可以把它当成是一个科普 有这方面知识 以后 也许你现在听听听忘记了 或者听不懂 可是你有这个印象 以后真的有要用到的时候 你可以 回想起来说 对这个东西 可以去哪里找资料 我再自己自学一下 应该就可以 学一个七成八成 好 所以我想 大家知道说 这些方法 这些技术呢 都是有机可循的 你知道去哪里找答案 那我们有这种能力 可以自己去找答案 去把 手边的问题给它解决 这个是 就是期待大家可以去 解决问题的能力 可以培养起来 这是 我们教育最大的一个 训练 教育在训练的过程中 最大的一个期许 好 好啊 那这个刚才就是讲 配合的 配合的期检定 那如果说你是 unpair的 也就是说 你用的那个 资料集合啊 A方法跟B方法 用的资料集合 是不一样的 好 那 那就是要用unpair的 这种方法 好 那这样也可以算 好没问题 统计学家很厉害的 好 当你遇到这种情况的时候 有的时候就是 你真的没办法再重现 拿 拿完全一样的资料 比如说这是过去的 比较 过去的做法 做出来的数据 好 结果那数据已经不见了 就是你也不晓得 它当时怎么分的 那 那 就没办法 跟它重现 跟它一模一样的 这些数据来做实验 好 那你就自己 再总做一次 可是呢 你也可以跟它做一个 比较客观的比较 好 就改成用这个公式来做 好 所以也不是很 也不是 也不是很复杂 就稍微改一下 就有一个unpair的 一种比较方法 好 这边还有一种更 更奇怪的方法 就是有时候你非常的 资料量真的太少了 你必须要去重复的去使用 你这一份资料 好 那这个时候呢 你就要用一种所谓的叫做 corrected resample的t test 它的想法是这样的 假设呢 我们就是做了这个 repeat holdout的 method 就是你不是用close validation 你是用repeat and close 这种holdout 它这种方法是不能保证 你的资料不会重复 你的资料有可能会 会重复的去拿来使用 就是 就是 比如说你做了好几次实验 可是你每次实验都会有同一份 同一份测试资料出现在里面 好 那这种就是 就不是close validation的情况了 那如果说这种情况的话 好 比较讲究的 你可以用一种所谓的修正版 就是这样做了 公式就带进去 你也可以算出一个t的值 后面的做法就一样 就是可以去做t检定 来判断你的方法 是不是有显著性的差异 就是a方 这两个方法有没有显著差异的判断法 这是另外一个公式 当然比较建议就是 你最好就是用 可以重现它的 它的 它的实验结果的话 设定都 实验资料设定都一模一样的话 你就是用 这种pair的 pair的t test来做 是 是最方便的 效果就是 客观性会最好 好同学 那我们这个t检定就介绍到这边 大家有什么问题 这边是我们来自然间的 我看得出一些 攻击返冻 是 因为 这个 准备 我看得出一张 你 我为 我看不及 唯一 有